這個國安密障礙司法調查過 鋪電蓋地調查過 監察院也調查過 我今天看了所有報紙密密碼碼的東西 沒有一項是新的市政 沒有一項說提出來是爆炸性 或者讓大家眼鏡一樣的東西 沒有 可是偏偏剛好選在 今天李登輝跟蔡英文要同來之前 然後起訴李登輝 這用意很明顯 這個如果背後沒有政治考量 大家會相信嗎 我只是提醒大家 真的要注意特徵組 我不希望特徵組真的變成什麼 變成東廠 變成打手 為什麼 過去特徵組已經有很多的例子 菇仲亮 杜立平都說 特徵組教說他們什麼 作偽證 咬陳嘴扁 這件事情 特徵組為什麼這樣幹 第二個 辦扁案的時候 特徵組排排站說 年底前辦不出來 我們全部下台 全世界有這種檢察官 好 那他為什麼要 要逼杜立平跟菇仲亮去作偽證 為什麼他要排排站說 扁案辦不出來他要下台 背後有沒有政治壓力 背後有沒有人縮死 如果沒有縮死 我檢察官 我拿公務人員的薪水 我就依法行政就好 我犯不著說辦不下來我就要下台 所以大家去想想看壓力來源是誰 另外我提醒大家 馬英九你再裝就不像了 請這樣 不要說你是不是漢子 我從來也不覺得你是什麼漢子 但是馬英九你今天出來講說 這件事情都跟我無關 我跟大家講 還有這此地無銀三百兩 此地無銀三百兩 你覺得大家會相信嗎 第二點 這一次這個所謂的 這個李登輝的國安秘葬 重新炒了之後 你看 所有的報紙今天 一版到二版三版四版 全部都在做什麼 做李登輝的案子 現在馬英九執政無能 民生凋敝 大家生活通過 版面不見了 所以這個部分很簡單的就是 馬英九要利用這個東西 來炒作 來主導 讓選前他執政無能 這個蠻貪無能的政府 所有的這個弊案 或者相關的一些劣跡 全部通通消失在版面上 被這個弊案吃掉 剛才佛漢金老師說得很好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這個冠西 李登輝沒有重失 關心李登輝 還要為了這個冠西來煩惱 這件事最重要的 是李登輝他們說的 那些話 如果觀眾你們可以理解 說什麼話 今天外國問題的問話 說 他們是沒有在煩惱 說你們裡面的情 是怎麼說 談面人一話 他們說是在問我一件事 為什麼兩個 社林的政總統 會跟蔡亞東的總統 從郝酸林共同來 反對這個政黨的總統 兩個社林的總統 一個就是中國國民黨的總統 一個就是民進黨的總統 中國國民黨的總統 不是跟他過去一樣 中國國民黨的總統嗎 我們一拍子跟他說 他這是台灣人的總統 我們不知道他外國人 沒有人不瞭解這個 他就跟他說 他們拜過期他們不是共同的嗎 為什麼兩個臉書你的總統 都反對這個現任的總統 這就有意思了 如果你們再想到說 這些兩個人跟割英文 是兩國論跟一兵一國的堅持者 你如果想到說 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 一直把他們這些人 列為最大的罪回禍所 你就知道說 今天這條貪污案 那是騙人的笑話 真正目的 他們這些人 當初都是為了兩國論的起草者 一兵一國的認知 他們為了這個問題 用一個抒發 罵織罪名 故事變成這樣 說是斬水扁 2005、2009年到發 我記得中國 中時晚報 是在2004、5年 的時候叫做搜索國安密葬 那事情就發生了這麼久 整間報銷就用銷子 說現在變國是後面的狗花 驕你拿贏的 立法委員 拿贏的民主 都一口咬定 口徑一次 斬水扁狗花 我也會越想越奇怪 是這些人 不知道這個新聞 還是不理解 當然都是一堂嘛 都做好了 要來切割 說這是後面跟你認識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 剛才林宏說最重要的 你贏他的目標 是說 夠未成 打不足 最沒有也要讓你贏的分裂 因為台連黨跟民進黨 如果是因為李政委 政治受害 會讓台連黨嚇死一起來 民進黨的票 再奔一些給台連黨的時候 那時候 立法委員要過半 不可能 是 許老師 剛才國中大哥講說 所有的新聞版面都是什麼 都是國安密葬 馬英九主政那些爛事情 秦日興啊 偷偷摸摸回斐進去 沒有人知道了 他那個珍珠項鍊到底送給誰 誰也不知道 洪醫師讓我想到什麼你知道 以前羅馬帝國的時候 這個羅馬人民很心 覺得統治者很不好的時候 統治者做什麼事 羅馬皇帝做什麼事 跟你搞神鬼戰士 競技場來 把人拖出來 大家來殺 賤血 賤血 大家都忘記了 忘記回去以後有沒有自來水 忘記回去以後物價什麼樣子 忘記有沒有稻米 殺啊 賤血啊 洪醫皇帝怎樣這樣子 這樣子 馬英九你今天只這樣子 這樣子是什麼意思 就給他死啊 今天不是在搞神鬼戰士嗎 今天不是在搞經濟場嗎 陳水扁鬥了900多天 洪醫 貪在那裡 死狗一樣踢也踢不動 換一個 換一個90歲老人來鬥 所以我真的講 馬英九你要這樣搞 你就搞啊 你就光明正大搞啊 李登輝講得好啊 鬥完一個李登輝 下面還有一個李登輝 我看你馬英九能鬥怎樣 今天誰起這個頭 今天是你馬英九政府起這個頭 你不要講黃世民不歸我管 你不要講法務部不歸你管 你作為中華民國總統 這些事情都是跟你有關係 今天出來講什麼 今天出來說跟我沒關係 我覺得你比一個 那些羅馬的什麼暴君都不如 你應該出來比手勢說 特政主這樣子 讓他死 是 我再講一次 這是昨天的語音投票 貪污起訴李登輝政治追殺嗎 說是的是57,225票 說不是的是912票 這是大話新聞 做了這麼久以來 2002年做到現在 那麼語音投票最高的紀錄 第二高紀錄是大普事件 今天到目前節目只進行半小時 說李前總統 李前總統被以貪污起訴 馬總統今天說他沒有介入司法 那麼說相信的人目前是622通 那麼說不相信的人是43600多通 那麼已經接近總的這個通數已經高達4萬4千多通 我認為今天極有可能再創新高 那麼為什麼為什麼民意的展現 觀眾的反應台灣人的這個感受這麼的深刻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進廣告